創下剛剛看到的是胡錫進的其中一個視頻片段 他說呢 如果華盛頓拜登敢邀請參議院總統出席 民主高峰會的話 那解放軍不排除直接導彈 跟這一個轟炸機攻台 同時今天一早 台灣西南空域 包含我們的軍機跟美國以及中國 軍機都直接交鋒 最近呢 亞洲的東邊和西邊都非常的情勢緊張 在西邊那邊阿富汗變天了 變天之後塔利班又重新回到阿富汗 會對於世界局勢造成什麼重大的變化 全世界都非常關切 而在西邊那邊是這樣子 東邊這邊台灣海峽呢 今天也非常的不平靜 經過了好久一段時間 中共的軍機呢很久沒有來了 結果現在又開始大量的飛過來了 今天早上一大早 在我們的西南軍區的西南空域裡面 ADI裡面呢 中共的一架運8反潛機又飛進來了 飛進來之後 而且它的高度呢 只有4000公尺 非常的低 那我們當然有F16上去 我們也廣播在8點28給驅離 可是在此同時沒進到我們AID力 而就在西南的海域裡面 發現的美軍和共機的飛機同框 在那邊較勁 可是在這不太平靜裡面有一個狀況是說 解放軍還有中共好像他們底氣更足了 因為阿富汗的淪陷 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可能可以在美國現在非常尷尬的時候 可以動手動腳 其中呢 裡面的央視呢 特別把阿富汗這件事情 拿起來跟1975年的西貢一樣 當年美軍撤出了藍越 藍越在一夕之間的崩潰 崩潰之後 機場充滿了逃難的人群 央視就特別這樣講 所以就說這叫做 美國的西貢時刻的重現 說你美國就是這個狀況 你會跟越南一樣再一次的失敗 然後胡錫進的環球時報 還特別的又出來講說 你就要看清楚華盛頓是不可靠的 華盛頓是最容易背叛盟友 拋棄盟友的 你們台獨要緊張了 而先前的時候呢 胡錫進對台灣已經氣焰越來越高了 12號那天呢 是因為傳出來說 今年的民主高峰會 拜登很可能邀請蔡英文一起參加 因為這個視訊會議 視訊會議裡面 沒有出入境的問題 沒有過境的複雜問題 可以在整個透過 Internet 大家在螢幕上銅框 而這個銅框對中國來講 就很有壓力 所以胡錫進那時候就警告了 說認為這件事情 絕對會是中國 絕對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講說 這個東西會給中國造成一次 突破性的機會 只要敢銅框的話 共機就要把台灣本島上空 列為巡寒的範圍 然後要跟1995年飛彈危機一樣 大量的飛彈 大量的轟炸機隊 不是轟炸機一架兩架 轟炸機隊 飛到台灣 徹底的一次解決台獨 講的聲音非常的嗆聲 那為什麼這麼嗆聲呢 就回到了是說 他們呢 其實講成這樣子 就是美國不可靠 而在台灣內部裡面 反蔡英文的某些媒體人士 某些媒體力量 也是這樣講 今日阿富汗 明日的台灣 好像美國不可以保護 美國不會保護你 這樣的情緒 都讓他們覺得就高漲起來了 而事實上呢 你也看到中國呢 也出所做了一些動作 阿富汗瞬間變天之後呢 本來其實 整個北京 是非常擔心塔利班的 因為塔利班跟新疆的穆斯林兄弟很好 塔利班又跟巴西斯坦的 碧斯路那邊的 整個反中國一帶一路的力量 也有結盟 所以7月28號的時候 王毅特別見了塔利班的代表 所以現在是說 王毅也許就很可能在那個時候 率先承認塔利班的這個新政權 解決掉他西邊的一個壓力之後 可以全力的來針對台灣這邊 東邊這邊出手